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笔财尽在运通 欢迎准备收看稳超胜券节目 那目前为止加减指数上涨20点 但是今天的高点 来到这个所谓的小坡段 反弹的一个高点 但是今天量人的部分 跟昨天去比 大概差不多 都是所谓的700亿附近 所以说你在今天早上看盘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老师好无聊 这个大盘好像上下正幅 都不是很大 但是一秒是要提醒你 目前为止现在是属于一个多方控盘 多方控盘 你要先行的去判断 目前为止这个大盘 它的走势 它的趋势 到底是由多方控盘 还是由所谓的空方控盘 我相信简单的方法 都可以利用我们的开盘八法 八法十二四 来做出个研判 我们现在看一下 今天目前为止 大盘的一个状况 来 目前为止大盘上涨 接近二十点 家庭指数在所谓的九千 两百四十点的附近 那开盘八法告诉我们 今天有什么样的讯号 来 这个地方 早上 九点五分 九点十分 九点十五分 这边开出来的盘叫 一滴承接盘 一滴承接盘在多方式 只要有过平盘以上 过平盘以上 那它就是 目前为止 就是属于一个 比较强势的 所以说 这个量能的部分 在盘中 这个地方 有开始补量 补量开始上攻 但是原则上面 还是属于一个 个股表现 那这个个股表现 我们期待这个大盘 期待这个大盘 在低档区 出现所谓的高浪线 多方跟空方在这边 开始做出个激战 所以说当天 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 量的部分 是属于一个增量 上涨的时候 目前为止 看到二 四 六 七 这七根红K棒代表 它是属于一个 缓步推升 缓步推升 但是在近期而言 看到这个位置区 这一根所谓的中红棒 包含三天的 一个变盘转折 到昨天为止 它的形态上面 是属于一星二阳 一星二阳的话 它有个最大的特点 也就是说 中间这个地方 有三根所谓的 变盘转折 所以说 以这根红K棒 往后推三天 这三天都是属于一个 多方共盘 但是量的部分 如果说没有补的话 我认为 这个等据测幅 这个所谓的前波的一个 压力点 大概就落在 在9300点附近 跟现在 目前为止的 加选指数 非常的类似 这个地方 马上就要面临到 所谓的压力区了 这个之前 川普 川普当选的一个时间点 在11月9号 这一根 所谓的黑K棒 大概就是一个压力区 因为这根黑K棒 看到这个地方 成交量 大概维持在千亿 那面临到压力区 这个地方 你学过一名老师 这个K线123的 在这个地方 会出现一个 关键性的讯号 这个讯号 我会让我的会员 在简讯里面 来做出一个分享 这个地方就是各位 决胜负 最大的一个关键点 你如果认为后世 有机会掠过 所谓的压力区 那这个时候的话 个股表现 你就要开始怎么样 开始来布局的 那有些股票可能 你是赚钱的 但机会很小 你是赚钱的 这个时候的话 可能怎么样 逢高要稍微 去做出个获利了结 这个就是说 操作的一个部分 你要顺着趋势去操作 持股的部分 一定要控制在 三档以内 这是一名老师 在所谓的证券市场里面 20年来 累积到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来 利用开盘八方 今天开盘八方 告诉我们 开出来的盘 多方式 多方式出现 所谓的一点低 承接盘 多方控盘 你就是逢拉回 站在买方 逢高档怎么样 去做出一个 获利了结的动作 我们在近期的操作 包含今天 一鸣老师 还是帮助我们的会员 今天获利 先行出场一档股票 那这档股票的话 我相信在这个目前为止 大盘不是这么好操作的 一个状态之下 至少我们有个小确幸 来 我们先公布 第一通简讯好了 来 第一通简讯 在近期 来 时间点的话 在这个月的25号 非常接近 那这档股票一鸣老师 要先说明 它是做所谓的 类比IC的 那我们在所谓的 操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先行做到 第一次的 所谓的获利入弹 那今天这档股票 我相信 如果说你有一鸣老师 简讯 这档股票今天再创 波段新高了 那我们不公布 简讯 我们不公布股票的原因 就是说一鸣老师 当时跟你讲 我们还做第二次的操作 所以说第一次的操作 我们先把钱 放在我们自己的口袋 那这档股票在今天 小创波段新高 一鸣老师知道 我们该卖 我们一定会站在卖方 我们该买 我们一定会买回来 这是一鸣老师 告诉一鸣老师会员的 不要因为说一档股票 买进去以后 套得太久了 不需要 该卖 有价差 有价差 我们就先把钱 放在口袋里面 那后面的操作的话 你就按照我们简讯 跟一鸣老师同步 我们一起来操作 这是之前 11月25号 我们在当天 唯一卖出的这档股票 可能有机会做到 第二次的一个操作 那在今天 这个大盘只有上涨 十几点 二十点 那我们手中的股票 为什么会赚钱 因为我们在低档区 在股价相对的一个低档区 在所谓的起涨点 我们一定有去做出 一个布局的动作 那在目前为止 可能短线上面涨幅过大 还是说有所谓的价差 我们会顺势的 利用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我们 发的是一种简讯 告诉我们的会员 手中的这档股票 之前也操作过了 好 那我们今天来做出一个 获利了结的动作 好 那这个价差 11块 你说多了 也不多了 那你说少了 也不少 为什么 好 那的的确确它就是赚钱了 好 的的确确它就是一通赚钱的 一通简讯 好 那你不管是买一张的 你不管是买多的 十张的 买三十张的 好 你最少在今天大盘啊 不是很理想的状况之下 你还能够做到 这个小确信的动作 这个就是源自于啊 各位对于资金的一个控管 好 那这张股票我们还会再度的出手 你放心 我们还会再度的出手 只要你是一名老师会员 你有一名老师简讯的 我们都 尽量的来帮助 所有的投资朋友们来做到一个 赚钱 获利入带 那环瑞一的部分的话 我相信 你看节目不是第一天看的 你可能从第一根 涨停板 看到今天的创新高 好 这个盘中 好 一直看上去 来到了第八根涨停板 那一秒是真的希望你在这张股票里面有赚到钱 但是这个操作的一个原则 我还是要跟各位讲得非常清楚 任何的股票发动点 应该都在低档区 你如果在低档区 你看不到一档股票投资型的一个价值 你看不到一档标股 它是属于一个标股 标马股 那你在股票市场里面操作 会非常非常困难 会非常非常困难 先把基本面先了解 再看到技术面 有没有出现所谓的攻击的一个讯号 这个攻击的讯号 到底能不能确认 好 到底能不能确认 那 出手吗 要不要出手 好 这个当下就要去做决定嘛 当你决定好了之后 当你去买进了这档股票以后 好 这个决胜负啊 就是从 低档区的第一根涨停板 好 就已经决定了你的命运嘛 好 一定要保密啦 保密原则 只能做嘛 不能说 拉回找买点 我们看法没有改变 在四根涨停板的时候 我跟你讲嘛 拉回找买点 我们不追勾 好 第五根涨停板的时候 一鸣老师提醒你啊 股票要有买有卖 好 这根涨停板有打开嘛 第六根涨停板有打开哦 打开是一定买得到的哦 你不要说老师啊 这个地方还是买不到 这边缺口这么大应该买得到啦 那昨天啊 已经来到了第七根涨停板了 那今天啊 锦上添花啦 锦上添花 股票要有买有卖哦 我先讲哦 股票不是没有买 不是没有买到 说有买到 这个要卖出 你说啊 老师可能还会在涨 我就不要卖 这个操作上面非常专业啦 股票有买有卖 就跟我们之前跟各位讲的 我们先行做第一次的获利了结嘛 那包含今天也是一样啊 这个地方有价差啦 有价差的股票 我们一定怎么样 会发简讯 一定会发简讯啊 让我的会员啊 先行做到一个风险的 一个控管 这是一名老师操盘的一个原则啦 那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 这么久了 这么久了 我们当然 希望参加我们每一个会员啊 都能够按照 这个简讯啊 纪律操作 但是我们非常坚持的一件事情啊 会员啊 你不管是参加任何一级会员啊 你手动的股票就只能操作三党 我们会做代进代出 设停力停损 来帮各位避开风险 好 我们给各位的简讯的内容 绝对 绝对都是最真实的 我们选股的一个内容 一定是从所谓的基本面 技术面 抽码面 去挑选一些好的股票 来帮各位择优 来做出个布局的动作 那目前为止啊 这个族群啊 正在转换当中 后面会涨的股票 一定是有业绩 有题材的 各位要先行做到一个 以股换股 换股操作嘛 好 才有机会做到一个反败 为胜 好 接到一秒是电话之后 都能够怎么样 按照纪律来操作 先帮各位解决 手中股票问题 后面我们再做到一个 反败为胜的 如果说你希望 做到反败为胜 你希望你日后的操作 会非常顺利的 不管是多方 公方的一个操作 那你今天 好 这栋电话 这栋电话 一定要拨通 好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護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头部 颜分医师 现场七人力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二十年丰富的 故事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风投 积极贷子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误息大海结构 掌握台湾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盖世累积几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义友 任务志股转线 02-2781-0909 2781-00909 周轮精细的科研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业的云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变答特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七米床 拜托又烧 麦又棒 炒鱼又没穿起了啦 那是心中的好意 求你跟保比 小金外保比 我敢是那么爱钱 是吗 金专钱可以做工艺 生命电动也更高兴 PM2.5这么高 要不跟保比 我就要先去大便 你也知道PM2.5 我生命呢 什么我不知道 拜拜 如果生心就不用帮跑 到小金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目前为止 这个台股大盘 在这个礼拜的盘式里面 你要特别留意 明天 为什么是明天呢 为什么 你说大盘啊 你看到目前为止啊 你说他在走反弹吗 还在走回升 这个地方你要判断 怎么样来判断 就是以所谓的11月 这个9号 这个所谓的黑黑棒啊 这个上原的位置区啊 大概位在所谓的9300点 如果说这个大盘 反弹到9300点 这个地方会出现 什么样的讯号 这个讯号会告诉你啊 这个量能的部分 会告诉你啊 这个反弹啊 会不会过高 我相信啊 一秒在之前 在这个位置区就跟你讲嘛 这个地方啊 这根红黑棒啊 它越过了所谓 黑黑棒的1分之1啊 短线上面 它已经开始转强了 转强之后 三天的变盘转折 出现所谓的一星二阳 一星二阳到目前为止啊 有三天所谓的多方控盘 好 为什么是三天呢 也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变盘转折 中间有三根 所谓的变盘线 这个三根变盘线 代表说一星二阳出现之后啊 未来还是会有三天 好 这个地方是属于多方控盘 所以说今天的一个高点啊 来到所谓的九二四一点嘛 比昨天的一个高点还要高 但是量能的部分是差不多的哦 那尾盘的话 补量上攻 我认为重点就在明天 因为明天的话 接近到所谓的九千三百点 这个地方成交量 必须要做出个补量上攻 所以说明天就是一个 各位啊 关盘最重要的 好 一个位置区 这一根黑黑棒的上缘 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做出一个形式上面的一个表现 好 那个股的部分的话 一定要注意 一米老师现在要跟你讲 你要买的是强势股啦 你要买的是强势股啊 很多的强势股哦 当下它在低档区 当下在低档区啊 你就要勇于布局嘛 你对于股票 第一个了解它基本面跟技术面 基本面非常好 技术面在低档区啊 你就要勇于的 去做出一个买进 布局的动作 我相信这是成功的一个要件 神盾的布局啊 能够让你怎么样 做到一个反败为胜 神盾的布局啊 能够让你怎么样 抢得先机啊 好 后面拉回找买点 好 一个所谓的强势波段股的话 我相信在任何拉回的时候啊 都是各位啊 布局啊 最好的一个机会啊 好 那你看从低档区啊 一百多块钱啊 涨到所谓的两百六十二块钱啊 这个就是各位啊 赚钱啊 最好的一个机会啊 那股票的部分啊 有所谓的主流股 跟所谓的非主流股 华星光是不是主流股 先从低档区来看 好 这些所谓的K线啊 来导播拉近 每一根K线都有所谓的含义啊 两根K线叫做什么 拇指变盘 三根K线叫做内困三红 内困三红之后 经过所谓的一红 吃三黑 吃四黑 看到了这根长红做表态 好 这边的话就要开始怎么样 要站在买方了 因为空方的走势 到低档区 出现了所谓的变盘转折 好 这个变盘转折的讯号 如果说非常明显 好 在这个地方又出现所谓的红K 带量去做出个上攻的话 好 这个地方就要注意了 突破形态 它产生啊 这个股票啊 好 游落转强了 那如果说在行径当中啊 又出现了 一鸣老师现在要跟你讲的 行径间的所谓的多方讯号 它叫做一心二阳 好 比较弱势的话 它叫做什么 上升三法嘛 那你现在看到比较强势的 它叫做一心二阳 代表这个上升轨道 目前为止啊 正在成型嘛 这个是一鸣老师啊 对于华星光的一个看法 我们的看法目前为止没有改变 好 看法是没有改变 那如果说你看到308的联雅 外资在低档区 好 目前为止连续10天啊 站在所谓的买方了 好 我相信外资为什么要买 好 外资为什么喜欢买在低档区 因为投资朋友们都在低档区停损嘛 那外资的动作刚好跟你相反 外资看到了什么 来 导播 拉近 这个一样的K线形态啦 很多在低档区啊 出现的K线形态啊 都大同小异啦 好 两根K线嘛 好 低档母子面盘 第三根K线 来做出个确定 好 内困三红 这根红K棒它是怎么样 做突破的形态 形成了所谓的内困三红 好 那我们把镜头往下带 这个地方亮的部分又开始放大了 好 代表这个结构 好 是非常标准的一个 反转的一个形态 好 那这个形态产生了 我相信该出手啊 好 你就要出手了嘛 好 来 导播拉远 好 凡操作啊 凡走过啊 一定会留下痕迹啦 好 那我们的简讯 只有跟我们的会员啊 来做出个分享啊 但是这通解续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好 因为已经拉到涨停板了 好 拉到涨停板的骨架啊 大家怎么样 都应该拍拍手 好 拍拍手 好 来 跟各位来 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好了 好 这样股票在25号 好 三离拜的联雅 好 我们恭喜涨停 狂嚇 来 波段操作 好 波段操作 我们的看法没有改变啦 好 创新高嘛 好 所以这股价应该布局啊 就要去做出个布局的动作 好 那苹果概念股2474的可乘 现在又上涨了多少 2.7% 那今天的股价啊 它发生了变化 好 这个叫导状反转 这边有个往下的跳功缺口 这边有个往上的跳功缺口 这个缺口啊 目前为止啊 它是属于一个不对称 稍微倾斜一点 但是导状反转目前为止啊 的的确确它就是一个 非常强的一个反转性 但是你学技术分析啊 你千万不要只有学所谓形态 好 我们的技术分析啊 分做六个部分啊 一般人学技术分析 只有分四个部分啊 它叫什么 开盘架 收盘架 最高架 最低架 形成一根K棒 它只注动四个部分 英明老师要交给你是 另外两个部分 它叫做实体的二分之一 包含前期的一个量 好 这是啊 英明老师的技术分析啊 跟一般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啊 我们就以可乘这张股票 好 来做出一个例子啊 在低档区你看到什么样的讯号 来 导播 拉近 整理的末端出现什么 这个叫做钉子线 也叫垂直线 垂直线产生前期往前看 有停损量 代表这个地方出现止跌讯号 但是上升的部分啊 目前为止在这个地方啊 它是属于比较弱的 直到这一天啊 出现一个所谓的往上的 一个所谓的跳空的一个缺口 当这个缺口一产生了 它叫突破缺口 好 中间这个缺口叫逃逸缺口 后面这个缺口叫什么 啊 叫什么 这个叫做什么 突破嘛 逃逸嘛 这个叫捷径缺口 三个缺口 希望你牢牢记住啊 第一个缺口出现的时候 就要站在买方啦 第一个缺口出现的时候 就在低档区开始买了嘛 不是等股价涨上去的 三个缺口都产生了 你说老师啊 我要不去做这个追价的动作 我相信啊 应该买啊 我们一定会站在买方 该卖 我们也会通知我们的会员 一买一卖之间啊 希望每个人啊都赚钱嘛 把钱放口袋 第一次 第二次的操作也是一样 把钱放口袋 那二十七色的可乘啊 目前为止啊 你看啊 从高档往下修正啊 这个修正的同时啊 都是停损量 代表很多人在这张股票啊 它没贪到钱啦 它都赎钱啦 下降轨道 如果说你真的买在高档区嘛 你要适当的停损啊 但是现在出现导撞反转啊 老师啊 是不是出现导撞反转 我就要去买 这个问题啊 就代表说你们学技术分析 学的不够透彻了 一个形态啊 有可能怎么样 有可能走十天 走十天代表说 这个导撞反转完成之后 它就突然补量上工了嘛 这是第一种模式啊 第二种模式啊 它形态成型之后啊 它整理的时间 时间转折啊 可以高达一个月 就是说你买了之后 可能一个月都没涨嘛 所以说你不是说 看到导撞反转 你就去做出一个 经常买进的动作啊 绝对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说你学技术分析啊 你要学得非常的透彻啊 有人学这个技术分析啊 半调子 半调子 英明老师不会哦 我们的技术分析分作六种哦 我再讲一次哦 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最低价 包含所谓实体K棒的二分之一 包含所谓前期的量 好 所以说我们根据 好 英明老师刚刚跟你讲了 包含形态 我们当然有动作 我们当然有动作 好 我们这个动作啊 里面就包含简讯在内 好 请我的会员啊 对于这档股票啊 开始做出个保密的动作 好 我们的操作一定要保密 好 我们不会跟任何人讲 我们的动作到底是什么 好 这是基于保密的原则嘛 好 甚至说 我们做了第一次的操作 我们是赚钱的 我们也不公布嘛 因为我们准备做第二次的操作嘛 好 我们甚至今天的股价 有一档股票 哎 我们卖掉了 我们也不会讲 卖掉了也不会讲 我们准备拉回怎么样 做第二次的一个操作嘛 好 这是非常公平的一件事情啊 会员的权益啊 要保护嘛 如果说你第一档去看到环内衣啊 你会不会买 你 如果后来你知道它长那么多 你会不会买 你一定会买 但是你要怎么样来判断 你买了之后 环内衣啊 它是不断的创高啊 我相信这个就是所谓的操作上面啊 非常大的一个意义啊 风险控管 包含啊 如何怎么样 做到一个进场买卖的一个动作啊 那后面的操作非常重要 后面的操作非常重要啊 我认为目前为止的话 类股也好 个股也好 会涨的股票 大概啊 就是那几档股票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那如果不会涨的股票 你去买了 你可能就会套了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叫寻求一个专业的老师啊 来帮你忙嘛 那后面的大盘的一个走势的话 一秒是持续的看多 不是看空 一秒是认为目前为止啊 没有看空的一个理由嘛 如果说你需要一秒是亲自服务的 我们今天就开放一天就好了 开放一天 来 短天起的 好 只有今天啊 我们会用电话帮你来通知了 好 一加一啊 让各位先赚先赢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第一次付 投资风险 远达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二十年分析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功募 积极败子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不惜大胆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服先机 能够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度上的 良师律友 变远五字谷参线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更大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消灭灯格热 仔细清扫 立即做 饮水积水盘 若有积水要倒干净 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 可以避免再次积水氧纹 花瓶底部 喷在底盘 要常常刷洗 避免温软附着 不使用的水桶 记得倒置晾干净 别忘了食温鱼 也是消灭极绝的小帮手哦 防止灯格热 清干净 倒干净 刷干净 晾干净